QQ音乐 听我想听的歌 大家好 我是蔡徐坤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月间大牌 上线小吃就拿下QQ音乐 巅峰人气榜 日榜和周榜榜首 当天我早上五点多就行了 对音乐侃侃而谈 变身菜岛 亲自动刀 pull up 的MV 糖水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本来没有那个设计的 是我觉得 快问快答 坤坤又如何招架 坚持 专注 固执 还等什么 更多精彩 就在本七月间大牌 QQ音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蔡徐坤 当天我早上五点多就行了 因为这一张确实是我 费尽所有的心血 包括到次举创作 甚至到后期 所有的过程都是 亲力亲为的一张专辑 同时它也是三首属于 我自己音乐分本作品 所以我特别期待 也特别紧张 想看到大家对它的感觉是怎么样 哦哦哦哦哦 Dit doesn't get me here Lost wave can you hear me Pold up 的话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旋律 和词的融合心 长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所以每一个字 在唱出来的时候 都是特别的贴合整个旋律 包括在旋律的走向 用了不同的结构 从主歌到副歌到bridge 整个的结构都是非常有层次 包括我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用到了很多的小表情 在每一个尾音啊 包括语气上啊 用了非常多的感情在里面 MV 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创意啊 包括我寄信的一些发挥 一些表演 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会觉得自己亲自来剪的话 更加能够持官的呈现 我所有的想法 因为其实我在制作完 Pode Up 这首歌 脑海里已经有了很多的画面 包括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拍了非常非常多的剪片 所以我觉得要自己 亲手去剪辑实现它 最难忘的还是 糖水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本来没有那个设计的 是我觉得 这首歌需要这样的氛围 需要这样的东西 虽然那个水很脏 但我觉得很值得 最初的版本 然后到最后 成长所 你经历了几个版本 经历了三四个版本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其实这首歌 是写给我的Icon那一首歌 这首歌其实 在整个的祭典上面 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 感受到那种气氛 在编曲的过程中 我们用到的乐器 都是非常能够 让大家能够 瞬间的就感染到 非常的有节奏感的一首歌 也特别适合Live的表演 所以这样一首歌曲 我也听到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Icon 他们在学习怎么唱 我觉得会是一首 非常适合大家 一块来大和唱的一首歌 其实我们在这首歌里面 加入的像Bass 大家仔细去听它的古典的话 有很多低音的细节 在制作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 freestyle 的过程 就是我们会听到这个loop 哎我觉得这个loop 比较适合加在背后 然后我可能像我唱 my love 那一段bridge 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这一段可能需要稍微安静一下 跟前面进行一个反差 这样 is you 的话 其实是整个制作周期 相对来说最快的一首歌 它是在 第一天把词曲创作完成了之后 然后第二天 我就直接进入鲁鹏录了 所以这样的一首歌 我觉得一直觉得它其实像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这首歌曲 而且它是比较 有我个人的风格的一首歌曲 大家也可以听到像 一些气息啊 一些属于我自己的唱法 音色也比较独特 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创作 我觉得在天黑了之后 会比较有创作的灵感 它有时候会是在我脑海里的一个画面 也有可能它就是 我可能在做某件事情时候哼出来的一个旋律 也有可能是我早上醒来 好像我昨天晚上梦里 有这样的一个旋律在 它都是很很随机的吧 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有梦到过一首歌 但是不是这三首歌 其实那个也比较模糊 因为我还没有办法把它写下来 我一般会用手机的方式去录下来 有时候随身都会带着就会录 这样子 一般情况下 我会选择先写下 top line 就是先把曲子 整个的结构写出来 然后把词填进去 其实我我是比较喜欢各种各样的风格 都会去尝试的人 最近在听一 其实我自己真的会听 我自己很喜欢听自己的作品 因为其实我也有问过我的一些 歌手的朋友 我说你们发完歌自己会听吗 他说不会听 那我说为什么我自己会一直听 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 因为我每次看完 大家给我的评价之后 我会重新的去 自己再听一遍 然后每一个细节都会去想一想 其实有时候会对歌曲有不同的认识 因为每一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感受 那我在创作它的过程 我在写它的过程 是我对它有一个想法 那我可能把它制作完了 它又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在别人的眼里 它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有趣的地方 那你这次一直是考虑大部分 还是有一个影响的事情 其实我两者都有考虑到 然后同时也有 让大家会特别能够 一下子就接受的旋律 也会有我特别用心琢磨过的歌词 同时也保留了我自己的个人风格 我的音色在里面 你这样一当中 然后还会想到归工去拍摄 其实我个人而言 当然是想每一首歌都拍摄MV的 因为如果有MV的话 大家能够更直观地去从听觉和视觉 两个层面都了解到这首歌 包括像It's You 我也有很多的想法在脑海里 但是就是要看时间的问题 能不能实现 即将马上会发行的歌曲 叫Wait Wait Wait 对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有记忆点 然后非常有我自己个人风格的一首歌 最近也在准备全新的舞台带给大家 也在包括在舞蹈啊 一些表演上的一些设计啊 一些后期的准备啊这样子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如果有一种在机会选择早线 我会去旅游 我会去一个游海的城市 其实我自己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很多人叫我不要 那就对 多了三个其他情绪 坚持 专注 固执 会有其他人合作的打发吗 目前会以solo为主 那你在平时时的工作中 是那种表达愿非常强的那种吗 表达愿我行动力比较强的那种 然后一体你知道那是女儿还是女儿 她没有性别 她是歌曲 因为她一体打分的话 那你怎样感觉 我觉得应该让大家来打分吧 你可能是没有解决的 我是那种比较会 就是准备好之后再给大家看的人 所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 特别感谢大家对于 一这张专辑的喜爱 同时我也觉得应该要做出更好的作品 来回馈给大家 那现在我还在持续的创作 在写全新的歌曲